14 Pro 很好賣 你是 Pro Max 對,14 Pro Max 挺殘 14 Pro Max 早就沒有了 網路上買不到了 末代機皇 它這是末代的 沒有搭載 AI 的手機 哈囉大家好,我是萬 我是一哥的科技生活的一哥 對,我又回來了 30集跟大家分享是折疊機 那這一集呢,要來預測 今年的 iPhone 16 因為今天大概凌晨的時候 就是有寄邀請函嘛 告訴你就是 9月10號 你就可以看得到新的 iPhone 那今年的發表會啊 它的名稱叫做 光輝時刻 你可以看到它是會動的 然後看起來很像會跟你互動 它其實是有點類似像 AI 有沒有像 Siri 我覺得啦 我自己看起來 它就是像一個 Siri 這樣子 只是它裡面藏了某些顏色 這個代表就是說 iPhone 的新色 換句話說今年呢 會推出跟搭載 Siri 有關的產品 那哪些產品 大概就是 iPhone 16 啦 這是一定的 然後再來新款的 Apple Watch 因為今年是 Apple Watch 發展的第十年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十周年紀念版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 AirPods 就是新一代的 AirPods 這個新一代的 AirPods 當然就是要跟 AI 相結合 所以今年很大的主題還是在 AI 的部分 Apple Intelligence can help you every day Super easy to use And gives you peace of mind Knowing it's designed with privacy From the ground up So that's Apple Intelligence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理想的棋子嘛 那他心中理想的樣子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只是說還沒追到還沒有弄好 對我就不會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也要看別人的長 別人選的長怎樣 別人做好是這個樣子 喔好 那我再修改一下 蘋果的晶片技術 台積電生產的製程的技術 他的效能 至少是比安卓陣營他們使用的 不管是高通啊 或是聯發科 技術都還要再提前三年 就是他的技術 晶片的製程的技術 是遠比其他的陣營都還要快 他們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做 Bionic 就是仿生晶片這個區塊 那仿生晶片呢就是我們現在在談的 AI 那只是說他們那時候不談 AI 可能是在談自動化 或者說機器學習 那只是說現在這個東西 都叫做 AI 所以就是他這個區域是已經佈了 蠻多年了 我在這個地方佈局已久 他在做生態系的鋪陳 這個是蘋果 庫克的策略 庫克是這樣子 我推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一定要賣 他是以獲利優先 如果推出一個東西 這東西不賣 那他就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對 這個是庫克上任之後 他跟賈伯斯最大的不一樣 賈伯斯他是夢想派 我今天我的東西就是 長這樣 你誰也沒辦法改變 顏色就這樣子 你也只有這個顏色可以挑 這個就是最前衛的 你就選他就對了 但是庫克不一樣 他會有點 就是看看別人在幹嘛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賺錢 可以 好那加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既定的策略繼續照走 我覺得今年的Galaxy AI真的蠻有趣的 你會發現就是他強調的這個摺疊機 因為 iPhone沒有摺疊機 其他陣營的摺疊機 也沒有Galaxy AI那麼好用 所以呢 當Galaxy AI碰到的摺疊機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講的 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就是做在最前面嘛 那我今年呢 就是做的比任何人都更好 在摺疊機的部分 他確實有這個優勢 就是我攤開來 然後我只要 錄音 不管是哪一國的語言 都可以 翻譯成我想要的語言 這個是算是他蠻厲害的AI功能 外國人呢 也可以直接用他的母語 來直接跟你對話 這個非常real time的這種翻譯功能 第二個非常有感的功能 那第三個 他選擇了Google合作 我只要長按Hong鍵 然後畫一圈 就可以告訴我 這個是什麼東西 但我憑良心講 現在的AI呢 他的反應速度 還是有一點點慢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的AI呢 他還是延續過去傳統的思維 就是說 他必須你要去找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開啟某一個功能 才能打開 這個是現在 目前AI的問題 那 我剛剛講蘋果今年 很重要一點是在 Apple Intelligence 他的Apple Intelligence 解決了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 隱私的問題 就是他把個人隱私放在 所有開發的最前端 這個是蘋果告訴大家的事情 一個叫 機上AI 就是手機上面的AI 那 他的處理方式就是 在晶片 跟系統底端 就直接做處理 那 另外一個叫做 雲端AI 就是說你的資料 必須要上傳到雲端 再下載下來 然後再到你的手機上面使用 那 現在呢 最大的爭議就是說 我上傳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 舉例來說 我可能有些私密照 或者說一些敏感的訊息 比如說 我就是要拍護照 給我的旅行社看 然後就是 變成PTF 但是呢 這個需要做AI的處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資料外線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蘋果呢 他第一個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他首先 把機上AI的部分 交給台積電 他們跟台積電合作 A18處理器 他們用最安全的方式 鎖定個人的訊息 那他們也強調 這些個人的訊息 即使是Apple他們自己 也沒有辦法存取 那就是在 兩三年前有發生 就是美國 FBI 他們跟蘋果之間有做一些 訴訟的狀況 他們要求蘋果去存取 某一個罪犯的資料 但是結果 沒有拿出來 因為蘋果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 蘋果他們自己做不到 他們沒有辦法去存取 每一支 iPhone上面 晶片 底層的東西 這個是他們設定上面的 的問題 那再來是雲端AI 他們花了大錢 做了一些 個人的伺服器 就是你每一個人 個人帳號 都有自己的私有餘 這個代表是說 我上傳的雲端 就是上傳到我個人的雲端空間 然後下載下來 有點像類似我們現在在使用iCloud一樣 所有的雲端處理 就在這個雲端伺服器 這邊處理完畢 然後到你的手機 這個呢就是蘋果的AI 他們最主要在解決的問題 就是在隱私的部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他會強調的就是說 我跨裝置都可以使用 不只是iPhone 我Mac 甚至Apple Watch 都可以去串聯 這個整個過程呢 也都是在個人的雲端 去處理 就是所有的資料 蘋果也沒辦法存取 所以第二點 我覺得他解決的就是 跨裝置的問題 那你想想看 其他陣營光是這一點 他們就做不到 那再來呢 他的第三個優勢呢 就是接下來 iPhone 16要處理的事情 那就是快 因為 現在的AI你可能也稍微要等一下 好比說像最近 Google他們推出的 Pixel 9 Pro 他們呢就是拍出一段影片 這一段影片呢 他會做一個 很不錯的優化效能 但是這個優化效能 他必須 把這段影片 上傳到雲端 然後等他處理完之後 才下來 這個過程當中 是非常緩慢的 因為他處理的速度 還有你下載的速度 都是非常緩慢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優化了 iPhone 16跟16 Pro Max 這兩支手機 我再強調 只有這兩支手機有支援 第一個 他們優化了Wi-Fi 7 就是讓 速度呢 是Wi-Fi 6E的4倍 所以他速度是變得更快的 再來 就是即使你在戶外的話 他也可以去優化整個 網路速度 下載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機上的部分 晶片的部分 他處理的速度更快 那這個 就會牽涉到 就是這個晶片 他有多少TOPS 就是TOP TOPS越高 當然就是他的處理速度 就越快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是會是 TOPS這個名詞 大家會拿來做討論 當作是AI效能的基準 現在網路上面有很多人說 Sinfo會出 今年絕對不會 你相信我 因為他要講這些事情要講得很好 然後要讓你 非常流暢的體驗AI的功能 所以 平價版的iPhone 預計啦 如果真的會出 會不會在2025年的春天 如果我今年這個時間點 就是第三季立世紀 已經有很強很強的產品 在這個地方 那我今天呢 就是要賣這個東西 我會讓全通路呢 就只有這個東西可以賣 這是蘋果的策略 可是他一定會有一個 下降的 時間 通常呢 會在 第2年的上半年 為什麼 因為 當我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 所有安卓陣營 一定會圍剿我 都會同時推出各式各樣的旗艦產品 那你是消費者 就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選擇 當然有些人最後就選擇iPhone 可是有些人中間有一點就覺得 他拍照好像更好 或者說他的電力好像更強 那或者說他更便宜 等等之類的 就是你會有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想法 然後 因為對於美國人來說 其實年底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節目 叫做聖誕節 就是他們在聖誕節跟跨年之間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過年 第一個就是他們可能會領到一筆錢 那第二個呢 他們放假 所以呢 他們就會想說去買一些禮物送給別人 所以那個時候是送禮的季節 這個時候蘋果呢 他們就會推出 比如說 iPhone AirPods Apple Watch MacBook 都會高價位 但是到了 第二年的時候 這些高價位 第一個如果賣得差不多了 或者說 他賣不動了 他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新色 他絕對不會做降價 今年春天到了 我給你一個紫色 或是櫻花粉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剛剛你們提到的 SE版本 就是iPhone的平價版本 那為什麼會選擇在春天呢 因為春天是一個開學的季節 學生呢 要換手機 爸爸媽媽想說 就是 我的小孩子不小心烤到台大了 我一定要買一支手機給他 大概是這個概念 我最期待的是今年的iPhone 16 Pro Max 這支手機 因為這支手機 他可以說是 集結了過去iPhone的精華 雖然 每年都這麼講 我在使用iPhone 15 Pro Max的時候 他很強沒有錯 但是呢 我算是一個Hardcore的 就是iPhone用戶 我會用他來剪片 我會用他來拍片 當我在剪片拍片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說 有一些問題 還是需要被解決的 比如說 我可能在變焦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讓我很流暢的 全焦段變焦 那再來就是 他的感光能力 還是有點弱 我必須要在 後期去做調整 但是呢 當我在後期調整的時候 也是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調整速度會變很慢 然後手機會發燙 尤其是當我在剪一個小時的影片的時候 手機是燙到一個 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儲存空間不足 iPhone 16 Pro跟iPhone 15 Pro 這中間啊 其實有一個 蠻奇怪的 就是說 Apple Intelligence 他只支援 A17 Pro這顆處理器 以後的最新的處理器 市場上只有搭載 A17 Pro處理器的 只有兩支 iPhone 15 Pro跟 15 Pro Max 換句話說 市場上沒有其他iPhone 可以支援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你要完整體驗 我的蘋果的功能的話 那你就是買 15 Pro 15 Pro Max 或者是iPhone 16 那或者是明年的iPhone SE 其他像是iPhone 15 15 Plus 或者是iPhone 14 甚至以前的用戶的話 你又是果粉 我會強烈建議你 賣掉 直接跳 iPhone 16 這樣子的話是 最划算的 你再跳其他 安卓陣營 其實 不合理 因為你在過去你可能已經習慣使用蘋果的生態系了 你可能已經有Mac 可能有Apple Watch 那你 就是單純把iPhone換掉的話 這不太合理 就是果粉的部分的話 會強烈建議把手上的手機 賣掉 買有 搭載Apple Intelligence 的手機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iPhone 15 Pro會是最高CP值的手機